字幕提供 我再重新講解一次 傳奇流傳風總共有哪些招式 我們從一開始沒光的時候開始講 他沒開任何 就是沒開球場跟個人表演的時候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 這個跳投範圍 這個綠色的區域呢 就是他可以 有點像急流那樣子 可以隨時做乾把的範圍 就他的招式是這樣 就有點小後癢這樣 然後只要在這個 在這個裡面呢 他就可以做一個乾把的動作 所以他在這裡面是不會被撞停的 跟急訓流傳風一樣 他可以隨時做乾把的動作 就打斷這樣 然後在沒有開 陳述的時候 他沒有假投真傳 他這個投了就是得投這樣 這是他的投籃技能 然後持球的時候呢 他也可以突破進去做一個高拋 這個高拋不一定要像 急流的高拋好蓋的原因是因為 他的條件是他要突破加傳球鍵 這是急流的 但是傳奇流川他的高拋按一顆就可以直接用了 就是他可以隨時突然做一個高拋的動作 然後他這個高拋呢 又可以打一段跟二段 所以這個東西本身就有猜拳的能力了 那再加上我可以左右 我有後仰的能力 然後又可以打高拋的能力 就可以拉扯 更何況假設我對位我的人 我晃倒我就直接高拋一二點拆了 就有點像是這樣子 然後他還有這個接球技能 還沒點的時候 他就有類似像小田這樣子 接球被轉身的出手 這個都是還沒有點任何招式 我一開始就會有的 然後他也有接球攻框的技能 就是直接攻框A0U這樣 就是直接空接 然後也有接球的一個高拋 這些都是沒有點的時候 我本身自帶的技能招式這樣 然後如果我點了一點個人表演呢 我會多一個 有點像死區的發動位置 他這招就是只能在兩邊底線的這個後仰 但我覺得這一招呢 是傳奇流川風最爛的一招 因為這招看起來就是他媽的超爛 內線就算蓋不到你 基本也都吃干擾 他又不像集猴那樣算是攻框的技能 這個又算是鏡頭 所以這招我覺得效果很小 那他如果點了個人表演2 他就開始多了2段的進攻 就是他所有後仰的招式呢 都可以多一個2段 就算 然後包含他這個突破之後 他會多了一個新招式 他突破就多了這個 很像集訓木生衣的那個 突破的那個飛扣 那這個飛扣的2段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 基本上跟這個集訓木生衣一模一樣 就是這個突破2段有沒有 這基本上就是一模一樣 然後支配球場呢 基本上你在點前2點的時候 你是看不出任何東西的 他也不會增加傳球的技能 支配球場點到第三點的時候 他就會獲得所有招式的傳球 你所有進攻手段 包含你的跳投1點2點 都可以做假投真傳 然後包含你的接球 這背轉身 這背轉身的這個出手 也可以傳 就是 所有招式 然後包含你的這個空階 也可以傳 然後還有這個 剛剛講的集訓木生衣的這個 這個飛扣也可以變成是傳球的技能 只要你點到3之後 你點到3之後 支配球場點到3之後 就有這個能力 所以你就會覺得他的有一些招式 跟那個集訓木很像 二段傳 有沒有解 根本就是一模一樣 包含他這個高拋 1 2點都可以傳 所以之後的流傳風 傳奇流傳風 基本都會配 配置應該都會以3點的支配球場為主 主要是因為 這個遊戲有假投真傳 假上真傳這些技能 差別差太大了 你可以打太多可以配合的招式去進攻了 你如果不能傳球的話 你一旦出手就是死球 那死球就很好貌 所以為什麼集訓藤真 他有一個很大的劣勢 就是 現在集訓藤真不打單核的原因 就是因為 他的手段就是都是死球 他出手就是死球 沒辦法傳球 好 那這是3 2的搭配 3之後呢 就是所有手段都可以做傳球的動作 支配球場3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假設啦 假設我今天是點一個 不一樣的東西 假設我今天是點一個全5的 因為他這個4 1搭配效果不好 假設我今天是支配球場點到5呢 他會多什麼招式呢 他會多一個很像是仙道衛魔士的傳球 然後還有集訓木的突破傳 你看 這些東西在集訓木身上都是需要做這個帝王分球的 但是在 這個傳奇流傳風身上是不用的 我只要開了5點的這個支配球場 我就可以直接用分的有沒有 大家有看到嗎 但是因為我沒有點個人的那個 個人的進攻 所以我就沒有那個飛扣了 那個是要點到2才有的 大家高拋一樣可以傳 不過這個高拋2就沒辦法傳了 這2點就不能傳這樣 然後也不會有後仰的2段 因為沒點那個嘛 對這個大家就是知道一下 我今天做的這個說明 就只是要跟大家講 我我也可以像老仙那樣去打空間陣 我只要點到支配球場5之後 我可以直接用衛傳 比方說你想像一下 這邊佔一個傳音 然後呢 我這邊我直接這樣突破 然後往外分 這個東西根本就守不住 完全絕對守不住的 你想想看衛魔士的仙道拉的好 都可以直接用衛傳給空位了 更何況我是可以直接往反方向去帶 把人帶到另外一邊之後 我再直接衛給 那 一定有人說主塔可以站出去 但是你要想喔 我突破可以直接接攻框 所以 我今天突破往這邊 不一定是會往外分啊 我有可能突破攻框啊 你的內線 如果跑掉 我就直接打這個就好了 對啊 概念上是這樣 簡單來說支配球場 點到5之後 他基本就是一個 呃 全部的傳球技能都有的角色這樣 就算是 有點像老仙加集訓木的組合 然後是為了要打外面分球的那種 那種點法這樣 然後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那個 假設是進攻點到滿的話 就是不點 不點支配球場 那會有什麼差別 我們這邊再看一下 就是我會把這一段 撿起來啊 就是介紹的這一段 讓大家更知道說 這一支 有哪些招式這樣 然後再來最後呢 我們開大招 我們把這個 個人表演點到滿 我們就不點支配球場 那就是變成說 他沒有那個 個人表演點到滿之後 他所有的突破都可以接敗佛 他的突破三段是往後跳的 那這個本來啊 本來這個往後跳的招式呢 他是沒辦法打斷的 就是如果你沒有點那個 你只能用傳球打斷 但是你點個人表演5 他就可以再多做一個敗佛這樣 而且他的個人表演點滿之後 他的突破速度會比較 更快一點 然後你會感覺那個突破的範圍 好像也更大一點這樣 我可能一次突破 我就到另外一邊底線這樣 他的突破是可以自己控制的這樣 然後進攻的招式 基本上就會全開 包含那個什麼突破飛扣啊 那些也都會有這樣 對 所以 這一隻角色 一般來說應該是不會走這一邊啊 不會走個人表演點到5這樣 除非你這個敗佛是可以騙到人 然後他的這個三段突破 是可以直接丟到三分的 所以到時候一定會有很多三分流傳 因為你 你試想一件事情喔 我的突破範圍這麼大 你的對位者本身就已經不好跟了 更何況 我如果這邊 你看我在這邊 我在這邊突破完三段之後 我到哪裡了 我就已經到另外一邊45度角了 那你一定是要這樣靜止的走過來 而且速度很快 你可能很難跟 我這邊只要一開始就預設卡一隻高砂 你是一定要被撞的 你是超級難躲這件事情的 然後他的圖 他的加速很快 他的加速超級快的 就是 不管是在防守的速度 或是進攻的速度 他會持球的時候 你看他跑起來的速度真的超級快的 防守速度也很快 所以基本上這隻角色目前 我自己這樣開箱到現在的感覺是 沒有任何缺點 坦白說這隻角色真的沒有任何缺點 我想不到任何缺點 然後他超級能力又很強 他超級能力又很強 然後他也有補扣的技能 就是 他帶藍版套也可以做一些補扣的模式這樣 這隻角色 支配點滿就是老仙加集訓木的結合體這樣 然後 又有 本身又有集訓藤真的那種模式 然後這個後側又有點像山井的那個往後跳 就是那個三段突破的那個後側 進目有辦法處理嗎 但你進目要預判阿 因為你第一拍沒下地超 他大概就已經離開你超遠了 對阿 簡單來說這隻角色 我目前為止阿 我覺得是 呃太強了 就是 就是我覺得一定會被砍 這隻角色太強了 他如果是這種強度的話 那你什麼角色你都超級難跟的 先不要講要蓋火鍋 你能跟到 就真的歐蜜豆腐了 就是你能跟到他就已經算不錯了 因為他的突破的那個 路徑 位移太大了 你看我兩次突破我就到哪裡了 而且是很快的喔 然後我在這邊做一個後仰 還可以打一二段這樣 天賦0%有什麼技能可以用 不知道阿 對反正 我今天就是大概做這個解說 就是 100%的傳奇流川風 一般來說會分 3 2 或者是 5 5的點法 那 原因是因為 這些 這些點數才有招式 如果你點那個1 4的話 就是比方說你 左邊4 右邊1 或是左邊1 右邊4 那你有一些招式就會開不出來 那個支配一定要點到個人支配 那個球場支配啦 就是組織那個一定要點到3以上 你才會具備所有招式的傳球 不然都不會有假頭真傳跟假上真傳 所以你點1跟2效果就不大 對 概念上是這樣 好 那我們這個技能說明就介紹到這邊阿好不好 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你在 在下面留言跟我講 就是如果你還有什麼問題 關於這隻角色 我這幾天再稍微研究一下 喜歡的話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並且打開小鈴鐺 這樣子隨時可以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以及直播囉